上一项谈到儒家的人政方案,大体可以分为两类,一是防御型的,为的是应对侵略,以周太王为代表,二是进去型的,为的是一统天下,以商汤王为代表。具体怎么做,这一项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。 在防御型方案里,外边有坏人了,要抢我们的土地、财富和人民了,怎么办呢?好吧,统治者本着仁爱之心,不忍心为着这些事让人民上战场,就像慈爱的母亲不忍心把儿子送上战场一样,无论战争有多么正义,所以统治者主动退位,把土地、财富、人民统统的让给侵略者,反正大家被谁统治都是被统治嘛。 也许新来的统治者很坏,但如果想把他拒之门外,就只能刀兵相剑,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? 现任统治者一想,算了,两害相权取其轻,让大家被坏人统治,总比打仗死人好,自己打包走人就是了。 就这样,随着统治者的打包走人,人们呢,忽然有了选择的权利,到底是原地不动,迎接新的统治者呢? 还是同样打包走人,追随原先的统治者呢? 地广人稀的时代,人只要想走,有的是地方可以走。 周族先祖就是这么做的,大家一起打包走人,追随在仁爱的周太王身边, 这才有了后来的蓬勃发展,直到改朝换代,一统天下。 孟子给滕文公出过这个主意,也不知道滕文公听进去没有,反正滕国啊,后来非但没有一统天下,反而呢,被送过灭了。 我们再来看进取型的方案。 进取型方案,孟子给出的典范是,商朝开国明军,商汤王。 当时商族还只是一个小部落,地界呢,挨着葛国。 葛国领袖葛呢,不是好人,蔑视礼法,对鬼神啊,很不尊敬。 商汤看不下去了,派人去问葛伯,你怎么不祭祀鬼神呢? 葛伯回答说,我这个不是没有牛羊祭品吗? 商汤于是把自家的牛羊送给葛伯,没想到葛伯杀牛宰羊,自己吃了。 商汤又派人去问,给你牛羊了,你怎么还不祭祀鬼神呢? 葛伯啊,他回答说,单有牛羊怎么行呢? 还得有粮食配成套,才能祭祀吗? 哇,没有粮食,配不成套。 商汤于是安排劳务输出,让本国的壮劳力去给葛国种地,又安排那老弱的人给种地人送饭。 没想到,葛伯啊,非但不领情,还带着本国百姓去抢饭吃,甚至还杀了一个送饭的小孩子,抢走了他的饭。 商汤为着这个小孩子的缘故,对各国宣战了。 天下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商汤,都说商汤发动战争啊,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,而是为了给老百姓报仇。 于是商汤的赫赫武功从征伐各国开始,出征十一次,打遍天下无敌手。 全世界的人都盼着商汤的军队赶紧来侵略自己的祖国,那种心情就像在干旱的季节里盼着下雨一样。 前有商汤王的榜样,后有周武王的榜样,他们的军队无论开到哪里,都像一场骑尸雨。 虽然说是打仗,但一点都没有兵荒马乱的感觉。 当地的买卖呢,正常进行,当地的农民照常耕田,只有暴君遭到了外科手术式的精粉打击。 所以老百姓都会单石湖江迎接商汤的军队。 孟子的这番话,很是出了一些名言,诸如无敌于天下,听上去很老土,其实这是孟子的原话。 还有,东面而争,西医院,南面而争,北地院。 说的呢,是就连世界边缘的蛮族也都盼着商汤,赶快来解放自己。 这个心情啊,就像今天住在老房子里的土著,盼着拆迁一样, 天天在心里念叨,怎么拆到远处的小区去了呢? 什么时候才能拆到我家这边呀? 再比如啊,民之忘之,若大汉之忘于也。 还有,诸其君,调其民,就是调民罚罪的意思,只针对元凶手恶,不搞扩大话。 对被占领去的老百姓,关怀体贴。 还有,如实雨降,水浒传里,宋江绰号,其实雨,就是这么来的。 还有,救民于水火之中,这也是孟子的原话。 以上所有名言,每一句都体现出王者之师的一项特征。 所以,要判断一支军队到底是王者之师还是不义之师,拿这些特征衡量一下也就是了。 没人在意,葛伯的想法,哎呀,我只是没给我家的鬼神上贡而已嘛,关你商汤什么事啊,就算关你的事,但哪至于全天下都归了你呢? 其他统治者大概也想不通,你商汤看不惯葛伯也就罢了,你灭了他,给那个小孩子报仇,我们也不说啥,但我们,怎么招了你了? 但不管大家怎么想,反正商汤啊,就这么,一不做,二不休了,貌似真的能力很大,责任呢,也就越大,不能眼睁睁,看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和自己八杆子打不着的外国人被暴政欺负。 这背后的道理是,无论是吞并,侵占还是惩罚性的攻击,在儒家标准里,并不天然就是不正义的,民心向背才是决定正义与非正义的核心指标。 至于秦汉以后的统治者们,不管是真人真义,还是假人假义,但凡发动战争,孟子列举的那些特征呢,基本都会成为标配。 所谓标配,一是战争口号,要这么喊,先把自己呢,放在道德制高点上,二是攻城掠地之后,要做相应的安排,尤其是当地百姓,丹石湖江迎接啊,占领军的这个戏码。 直到二十世纪日本侵华,日本侵略军,也还是这个套路,当我们看多了这些历史,就特别容易理解庄子的深刻洞察。 庄子常常感慨儒家的仁义礼乐,圣人用的少,强盗用的多,善本身以及行善的工具,反而沦为作恶的武器。 既然如此,那还不如抛弃仁义礼乐算了。 现在让我们回到万章向老师孟子提出的施政问题,宋国是个小国,现在在搞仁政,但齐楚两个大国看不惯他,出兵打他,这可怎生是好呢? 既然有了商汤王和周武王的榜样,这个问题自然也就不难回答了。 孟子说道,不施行人证,也就罢了,而一旦施行人证的话,天下人全都翘首以盼,盼着及时雨,赶紧落在自己的头上。 齐国和楚国,就算再怎么强大,又有什么可怕的呢? 把孟子的意见推演一步的话,我们就会相信,如果齐国和楚国大军压境要把宋国灭掉,但军心一定不稳,毕竟啊,军人呢,也是人。 就算再怎么把服从命令当成天职,毕竟也抹杀不掉人性。 所以他们非但不会伤害宋王眼,反而很有可能调转枪口,帮着宋王眼灭掉自己国家里的暴军和大大小小的坏蛋。 武王伐咒的时候,咒王的大军不正是这样倒戈的吗? 当然,也有记载说武王伐咒的战争打得相当惨烈,但孟子不信,这才给我们留下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名言。 这里所谓的书,指的是周朝初年以及更早时代的历史文献,后来汇编成册,统称尚书。 孟子的这些话给后世的儒家学者制造了一个天大的难题,因为宋王眼,非但没能一统天下,反而真被周边大国给灭掉了。 难道,人正不管用,只是一张画饼不成,但如果人正真不管用的话,那不是意味着儒家的全部学说都一钱不值了吗? 这太打击人了,毕竟儒家把人性看成善的,把亲情呢,看成好的,把良善和睦的政治秩序看成渴求,并且可以实现的。 一切内容都是那么美好,而既然是美的,是善的,那就一定应该是真的。 但问题是,如果真善美真的这么三位一体,难道宋国被灭这件事,反而是假的吗? 真难办啊,人正是真的,历史事实也不是假的,怎么才能把话说圆呢? 欢迎在留言区,分享你的看法,我们下一讲,再见。